1 2 1 2 3 4 吃饭吃饭吃饭 包子 找看你找有没有那个咸菜 完了 没了 完了 没有咸菜 对 我吃这口就喂了这口咸菜 真没有咸菜 吃个早饭就喂了这口咸菜 我就爱吃包子 我不吃咸菜 要混沌 还有个豆浆 这有一杯豆浆 我也发现了 3 2 1 这 你喝我不喝 我刚开始就说了我不喝 你这个人 还有个豆浆 我不喝 光看见一杯豆浆 没听到我说那个话我不喝 这个人 这个人 你咋不喝呀 我本都给摊好了你不喝 不用 我就这个馄饨旧包子 这个小包子还就可以了 今天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啊 来 又来信息了 来信息了 你好 徐志盛先生 恭喜你成为我们工作室的实习服装搭配师 因工作需要较强的审美以及搭配能力 所以需要你们为彼此搭配一套look 并带上一件你自认为最时尚的单品来上面 这将影响到你们今天实现的结果 服装搭配师 服装搭配师 那撞到我的枪口上了呀 对我来讲很轻松呀 我发现你的服装搭配确实有点摸到门落了 入门了哈 入门了 可能不是搭配的事 可能我最近变好看了 不好意思说这个话 不好意思说 我可能有点变好看了 没有 我这个搭配这块 然后放人家送的衣服就好看了 就不自己买就好看了 心情主要是心情变好了 显得人这个精神好了 你看 哎呀 这衣服别人送的 我多高兴 可能以前自己的这个审美 可能这真不行 我也发现了 尤其是那个 我刚来的时候 这审美被小块一顿讽刺 关键是最欺人的你倒是啥嘛 那讽刺完我 然后他带我们去买衣服 我说是带你见识见识 这么大城市的穿衣 然后带我去了一个商场 真的 进去之后 一群大爷大妈在那里挑衣服了 我的 真的就一群大妈在那里 哎呀 这个面料不算 这个面料不算 然后在那跳 把我气得 我是这会儿打私上了 大城市的大爷他妈也很时尚 也很时尚 倒是没有骗人 你的时尚领路人开始也是快歌 快歌 我开始也是快歌 也要快歌 谁的一片 这是谁的 弹动的 但你仔细观察弹动 你会发现 他就这么几件 几身衣服 这个大风衣 对吧 那个长裤子 平几鞋 他就那一个风格 对 他就那一个风格 而且他的穿搭吧 其实就是属于 他本身高 然后他不怎么自己买 别人送了 他也瘦 他就随意显得好 对 哎 不是 还有一个重要的演绎 他这个人 脸上的表情 你没发现就整他一天 谁也不管 谁也不服 对 就这样 你说这样 穿衣服谁显 谁穿衣服不显得好看 他能不睡着吗 能不睡着吗 他全能睡着 你有感觉他就是失踩 时尚本人 谁敢自己逾他 谁敢自己逾他 走哪都这样 你说这玩他不失踩 这玩意 你穿这身歪也显得失踩 他动作很时尚 对 他今天撞上腿 他有时候 你没发现吧 他走路的时候 他喜欢低头 他这么走 他 他这么走 那玩意再也抬头 跟走红毯似的 对啊 那玩意 他坐着 老喜欢这么坐着 就这么 钻个酒杯 能不时尚吗 我认为他时尚的热 就是他脸上 那个不耐烦的表情 那个态度 对 那个态度很时尚 但其实他穿衣服 我感觉一样 也就一样 也就那样 我仔细观察了 因为他那衣服 他就这几件 准确来说 就那一个风格 对 到了夏天 不能穿他的大衣了 就穿个短袖 对 你又没见他穿过短裤 你看看他穿个短裤 他还时尚吗 那肯定跟普通的大衣 差不多了 对 你让我是猫头 还有穿衣只有一个风格的 就是护兰格 对 他喜欢穿个卫衣 穿个黑裤子 穿个白鞋 然后天冷的也是外面套个长的大衣 黑大衣 那个黑大衣我可太熟悉了 有一个薄的大衣 一个厚的大衣 天冷的就厚的 再暖回来是薄的 对 对 就我和你 咱俩必须在一起 这么非我莫熟 这么依赖我吗 那这不是咱俩老吐槽别人 我这没有朋友了吗 咱俩的穿衣风格就很多遍 因为有很多人送人 对 他们是送了他们也不穿 但是送了必须穿 哎呀这送都送了 我哪玩都不穿 风格很多遍 哪两个风格就 所以就要一支人人家送啥 送啥 送啥 穿啥 穿啥 咱俩风格有点像是不是 有点像 嗯 现在就是你偶尔一两天 你随便套一身穿的好看的 大家还有都有点不敢相信 你知道吗 我上次 我上次穿了个啥 就穿了个黑 搭配了一个黑色系 就全黑的 他说哎 今天搭配的不错 我说我哪搭配了 我说就全黑呀 我就想我平时得搭配成啥呀 得啥样是吧 因为平时也不搭配嘛 你除了衣服之外 你不可能有些饰品 我有一天就背着一个小包 那家伙进公司 谁见谁夸 谁见谁夸 我说 我就装个钥匙 我这个钥匙太大了 而且我现在发现 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只要大家都知道 你不会搭配衣服 大家就不会磕 在这方面任何方面磕琼 对 就是你出席一些重要的场合 你穿的很随意 大家也不会磕琼磕琼 我觉得哎呀 这一 没办法 至少他穿衣服了 他努力了 他努力了 他穿着衣服来的 就打到别人的要求了 对 这是 就很尊重我们了 很尊重我们 哎呦 这小心 你想这能装多少东西 还能装多少时长 我看到 哎呦 我的妈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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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装衣服还挺多 我这一看我跟你说 看似挺小 看似小 但东西多 都是没有用的 我看成 哎何老师 咱别都不说 时长不上这个腰 反正是够大的 我的妈呀 我一看 我以为那是个啥呢 这个风格 这风格 啥也不认识 就这个裤子 哎呦 我一开始差点给你套头上 这位这也太大了 这是啥呀 啥也不认识 连裤子也不认识 大精小怪的 还套头上 这裤子我都得剪开当抹布 当抹布那你错了 当抹布不吸水 不吸水 哎呦 这个裤子 我的妈呀 这谁看了谁不迷惑 真的吗 这个当抹布行 这个当抹布行 这谁看 量大 能脚好一条抹布 你这个颜色挺好看 你这个颜色挺好看 我好看的衣服多了 我就平常都不穿 我都放行李箱里 我就怕别人看见 不舍得穿 过年时候穿 这个渐变 变得还挺快的 说变就变 哎呦何老师 你得洗洗啊 你时尚不时尚都无所 你得卫生 你知道 时尚的第一条卫生 这玩意去干啥呢 你不用天天洗衣服 你不能天天洗衣服呀 何老师 这个衣服 我又不仔细研究 他卫不卫生了 因为我已经闻到了 他不卫生 这玩意也太不卫生了 不能天天洗衣服 洗了就变形了 不能天天洗 哎这个裤子好看 还有 哎终于找到一条好看的了 不是你 你这衣服让我搭不起来 没有什么挑战 这衣服都挺好看 你的衣服全挑战 我怎么搭呀 这咋能搭好看 恭喜你成为我们工作室的 实习服装搭配师 一三二一走 忧郁是一种优雅 你觉得梁朝伟优雅吗 优雅 胃疼脖子疼 不要发出声音 只是表现 哈哈哈 你们会参与我的春夏创意秀 吹后面呢 吹后面呢 快快快 我说看了我们的衣服 是不是不太高兴呀 真的搭配着生活 哎呀我愁死了 搭配衣服怎么这么难 老师 老师 要选出一个优秀的实习生 Got a thing 那 yea country 你 我的 就可以了 小心 一顿 是啊 那